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将为自己而活 我叫苏清清 三十二岁 井百川是我的老公 他比我大一岁 我们结婚已经十年了 有两个女儿 一个八岁 一个两岁 我出生在湘西的一个小镇上 八岁时父亲跟一个女人好上了 抛弃了我跟母亲 从此我跟着母亲相依为命 一个女人带着孩子 想想就知道多么不容易 母亲咬牙坚持着 她凌晨四点退着三轮车 从城东批发市场 披来输菜 然后七点来到城西的农贸市场 门口贩卖 辛苦自不必多说 还糟进了白眼和谩骂 有时候还被市场管理人员 和城管驱赶 从那时候为了省钱 我就一个人起来 热点生饭生菜吃 走两公里去上学 中午吃最便宜的饭菜 从小我就尝遍了生活艰辛 知道了人间冷暖 我知道自己必须要努力 才能让我和母亲 过上舒服的日子 也培养了我理性处理问题的性格 我学习很努力 成绩自然很好 总是全校前三名 高考时顺利考上了 上海一所985大学的建筑系 第二个学期 我遇到了我现在的老公 秦百川 我们是校友 他学的是环艺 我学的是设计 那时他的社友 在追我的社友 那天我社友生日 他男朋友带秦百川来了 第一次见面 我对他没有太多印象 他长得瘦瘦高高 戴着眼镜挺斯文的样子 说话一口的广东腔 我和他一共也没说几句话 我性格比较内向 喜欢安静 用他们的话说 就是有些清冷 一副生人无尽的样子 第二天 社友说 请百川看上我了 问他要我的联系方式 要不要给他 请百川 谁啊 我还不知道他的名字 就是昨晚那个广东人 雷侯的那个 社友说着说着就笑了 哦 算了吧 我淡淡地说道 那时候我并不是不想谈恋爱 只是觉得这些东西 看缘分 不刻意不拒绝 对于爱情 我并没有太多 其他方面的期望 比如外貌 比如身高和家庭背景 等等都无所谓 最主要的就是人品好 对我好 因为我爸外遇的事 给我的母亲 和我的伤害特别的大 一周后 景百川知道了 我的电话号码和QQ号码 社友最终还是告诉了他 在他的邀请下 我们见面了 后来一起吃饭 看电影 逛街等等 除了发生关系 跟其他情侣 没什么两样 他对我很好 也很细心 吃饭能记住我喜欢吃的口味 点我喜欢的菜 也不介意吃过 我吃剩下的东西 会陪我在图书馆 看一天书 也不抱怨 在我生理期的时候 愿意帮我买卫生巾 他做到了很多男人 都无法做到的事情 没有什么不良嗜好 我很感动 在大四的时候 我们同居了 准备毕业就结婚 我家条件不好 我妈虽然不再卖菜了 开了家小超市 位置还可以 比以前轻松多了 但也是挣点辛苦钱 他家庭条件也一般 在广东潮州的 一个小镇上 他有兄妹三个 他是老大 父母在家搞养殖 在当地 算很普通的条件 差不多的家庭条件 两个人一样的学历 我们关系很平等 相处得比较轻松 他做事积极认真 对生活充满热情乐观 这也是我决定 和他在一起的原因 因为那时候 房地产很紧急 毕业后 我们顺利找到了工作 留在了上海 上海房子很贵 但我们收入还算可以 加上我们工作努力 有共同的生活目标 不到两年 我们攒够了首付 在偏一点的地方 贷款买了房子 然后我们结婚 一切都很顺利 我们感情也一直很好 我感觉很幸福 为了工作 我们采取了避孕措施 但没有吃药和带套这些 主要是算安全期 我们商量过 对于生孩子 最理想的时间是三年后 但如果他早来了 我们也不拒绝 顺其自然一点 第二年秋天 我怀孕了 虽然比理想中时间的早了一些 但我们都很开心 井百川怕我累着 从直到怀孕开始 主动承担了所有家务 令我很感动 七个月的时候 婆婆也赶了过来 天天给我做好吃的 精心照顾我 让我有些过意不去 我向单位请了假 去老公老家代产 不久后 孩子出生了 很健康 是个女孩 公公婆婆很开心 他们说好好坐月子 恢复身体 趁年轻再生一个 说实话 他们对我很好 婆婆照顾我坐月子 带孩子也很静心 还天天给我煲汤 公公还去山里 给我买土鸡和鸡蛋 遇到这样的公婆 我很知足 没有婆媳矛盾 一家人和和睦睦的 心情特别好 老公说 他们潮州这里的风俗 是多子多福 每家是必须要生一个儿子 你看每家每户 都是很多孩子 他说他倒无所谓 如果我不愿意生二胎 也别生了 尊重我的意思 我也不是不重感情的人 别人敬我一尺 我还人一丈 他们对我这么好 其实从内心来说 我不是很想生二胎 但为了他们 我愿意再生一个 我和秦百川商量 等女儿两岁以后 我再怀孕 一是现在女儿太小 二是公司那边也不好交代 总不能一直生孩子 休产假吧 我又上了一年多班 我和两个同事合伙 成立了个工作室 自己接单子 时间可以自由安排 挣得还多 老公这时候也升职了 我们的经济条件 越来越好了 第三年 工作室接了一个外省 县级市火车站的 广场改造项目 光是设计费 就有六百多万 忙了大半年 我提前还清了房贷 之前 女儿一直有婆婆带着 这时她已经三岁了 我想接她来上海商幼儿园 婆婆刚开始不同意 说她带着就好 让我们赶紧再生一个 我同意备孕 但女儿要带在身边读书 我可以请保姆 婆婆见我坚持 没办法 她也来到了上海 半年后我怀孕了 婆婆特别开心 每天变着花样做好吃的 每次产检都陪我去 小区的阿姨们都说 我婆婆真好 我对婆婆也特别感激 我身体很好 心情也不错 每次都定时产检 可不知怎么回事 胎儿四个月时 就突然没有了心跳 只好饮产 那段时间我心情很不好 老公和婆婆都安慰我 让我别太难过 好好保养身体 面对这么好的婆婆 我又感动又愧疚 一年后我又怀孕了 有了上次的意外 这一次我更加小心翼翼 严格按照医生说的做 第四个月做产检时 我去一趟厕所 回来找婆婆时 听到婆婆跟医生在聊天 我刚想推门进去 听到了一句令我震惊的话 怎么又是个女儿 上次也是女儿 婆婆的潮州话传了出来 我跟秦百川已经结婚六年多了 虽然我不会说潮州话 平时我们也是用普通话交流 但其实只要他们语速不太快 我已经基本能听懂了 医生也用潮州话和他轻声交流着 我突然有了一种不好的预感 婆婆从未跟我说过 她认识这个医生 他们在我的面前 也一直用普通话交流 还有婆婆对于抱孙子的观念 根深蒂固 她也知道了 我跟老公已经说好了 不管男女只生两胎的事情 上次也是女儿 婆婆既然背着我 鉴定胎儿性别 难道她早就知道 上次怀的是女儿 如果不是亲耳听到 婆婆跟医生的这些话 我真不敢相信 这个慈眉善目的老人 这个跟我妈一样 对我好的婆婆 竟然背着我做这些事 如果上次她知道 我肚子里的是女儿 那意外的流产 是不是她搞的鬼 我突然冷汗直流 越想越心寒 我本是一个很冷静的人 自从跟秦百尘结婚后 婆婆对我细心照顾 我对她没有任何防备 可没想到 她背后瞒着我这么多的事情 让我不得不开始 对她有了戒备 现在肚子里孩子 已经四个多月了 生下来还是迎产 对身体伤害都同样大 我决定生下来 反正这是最后一胎 以后再也不生了 谁劝都没有用 何况秦百川也说过 她不在意这些 听到医院里的那些话 我对婆婆有了戒备 跟工作室的另两个同伴 交接完工作后 我对婆婆和老公找了借口 我说娘家那边有个项目在谈 我刚好一边谈项目 一边在那里养胎 我悄悄地观察 金白川没什么异样 但婆婆脸色变了又变 语言又止 叹了一口气 去了她的卧室 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无 我不确定上次流产是婆婆所为 但我也不得不小心防备 我能体谅她抱孙子的心愿 那我也该为我的实际情况考虑 后来发生的事 证明了我这样做是无比正确的 婆婆不像她在我面前表现的那么简单 更没想到的是我无比信任的老公 最后也听了婆婆的话 变得自私 变得陌生 几个月后 我顺利地生下了孩子 回到上海 婆婆已经回了广东 老公还是一如既往的忙 我请了保姆一起带孩子 日子就这么平淡 琐碎地过着 我也以为可以这样安心过完一辈子 没想到老天给我开了个玩笑 我的生活完全被打乱了 婚姻也支离破碎 我从不愿意以最大的恶意去揣测别人 特别是家人 可事实证明我太单纯了 低估了人性的丑恶 半年后的一天 老公从外面出差回来 满脸疲倦倒下就睡了 临平常宝贝的不得了的大女儿 也没有打招呼 这时候 她的手机微信响了好几声 我也没有理会 我们对彼此都很信任 也从来不看对方的手机 手机也没有密码 她以前也说过 她没有任何秘密 我可以随便看 我觉得没有必要 她睡下后 我便出了卧室 来到阳台晾衣服 不一会儿 女儿拿着老公的手机出来了 她对我说 妈妈爸爸手机里有个小宝宝 比妹妹还小呢 我疑惑地接过手机 一看惊呆了 仿佛被雷电击中了一般 无法动弹 微信里 婆婆发了好几张 小宝宝照片给老公 雷宝宝差不多两个月大 眉眼间跟我的老公非常神似 我冷静下来 开始翻聊天记录 越看越震惊 原来他们母子背着我 做了如此不可思议的事情 把我当成什么了 通过聊天记录 我发现 事情的大概经过是这样的 得知我怀的又是女儿 而且我以后 不想再继续生孩子后 婆婆便劝老公 借父生子 老公刚开始不同意 婆婆说 养殖场被征收 要修高速公路了 马上要拆迁 加上老公爷爷的祖宅 差不多可以拿到 五六千万的赔偿款 如果老公没有男丁 按照老家的规矩 我老公一分赔偿款也拿不到 爷爷的那部分会全部给堂兄弟 公公的那部分会给老公弟弟 因为老公弟弟结婚了 弟媳妇肚子里怀的是男孩 老公答应了 婆婆托了大山里的女人 愿意帮她生孩子 现在孩子已经快两个月了 我抹掉眼泪 心如死灰 没想到被自己最新人的人 给背叛算计了 我越来越相信 上次怀孕她要出意外的事情 肯定是婆婆造成的 她不想让我再生一个女儿 我把她手机里的照片拍了下来 不动声色地把手机放在她的床边 我想离婚 但我不能这么轻易地成全她们 我很冷静 没有吵闹 心里有了一个计划 我要让她近身出户 一无所有 我找到了乔欣 一个非常漂亮 但很开放的女人 她是我一个高中女同学的妹妹 她离了三次婚 没有工作 喜欢享受 她很需要钱 上次偶然在街上遇见 她给我留了联系方式 还问我借钱 但我没有借给她 我把她约在一家茶馆 说出了让她去勾引 我老公秦百川的计划 没问题 小意思 我要十万 乔欣叼着烟 轻描淡写地说 八文 一个月内 我要拿到照片 我平淡地说 成交 你先付一半 乔欣微笑着 欣红的嘴唇很刺眼 把钱给她之后 她笑着对我说 苏青姐 你比我姐厉害多了 她只会像个怨妇死的 天天哭闹 我没有理她 离开了茶馆 我不想和乔欣 这样的人有太深地教我 说我清高也好 矫情也罢 虽然我自认为 不是一个好女人 但也不屑于她为伍 也许是别人的老婆香 也许是乔欣的手段高明 从接近秦百川 到拿到他们上床的照片 乔欣只花了二十天时间 对于这个过程 我没去了解 我也不想知道 我在乎的是 老公出给的证据 我把秦百川和乔欣的床照 以及那婴儿的照片 都发给了她 要求拿两千万给我离婚 不到半个小时 秦百川脸色阴沉地出现在家里 你是不是疯了 你还有没有良心 你竟然算计我 秦百川愤怒地问 我是疯了 我是无情无义 但这一切都是你和你妈造成的 你为了争遗产 背着我和别的女人生儿子 你妈更无耻 为了让我生儿子 她跟医生串通好 把我孩子打掉 我没有大喊大叫 始终平静 生孩子的事确实是我不对 但我对那女人没有丝毫感情 我爱的是你啊 至于我妈跟医生怎么样 我完全不知情的 真的 突然她跪下来 试图抱我 我连忙后退了好几步 我们现在经济条件不错 我仍然爱你 我们好好过日子好吗 就算为了女儿 还有那乔欣 是她灌醉我 她主动的 秦百川流着泪哀求地看着我 如果你真的为了女儿好 我们离婚吧 我帮你算过了 两千万你拿得出来 签字吧 好聚好散 你以后还有机会见到女儿 不然只能法院见了 我面无表情地说着 拿出了打印好的离婚协议 一周后我们离婚了 秦百川搬了出去 对于这段婚姻 我百感焦急 爱过 幸福过 最后却以这样不太光彩的方式结束 不可否认 我们的感情其实没有问题 我也相信 她和其他女人没有感情 我最爱的男人还是她 但我不能容忍她为了遗产 找人生孩子 我也害怕再和这样的婆婆过日子 对待婚姻和爱情可以感性 但绝对要有底线 也许离婚不是最好的选择 但我不后悔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